怎样成全自己呢 可以先是从您的食物当中去做学习 要实际的去参与班会 在生活当中二六时 就要时时刻刻的去落实您的三师跟三宝 那您在这一个好的善因 好的善事之中 再去衍生出更好的意念 跟您的坚实 最后最后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最后再去成为一个修版的人才 这些就是成全自己的一个方式 那成全自己之后 我们能够了解成全的快乐 这个求得真理的快乐 我们这一个法喜充满的这一个感受 想要让其他人也知道的话 我们再来去成全他人 必须要自己先有所感动 你要先感动了自己才能够去感动他人 那您在跟别人谈道理 谈成全之前 在倾听之前 一定要先懂得寒暄 不要一开始在不认识不熟悉 就马上就说 哎我想要带你来求到 这样子可能其他的前嫌会被你吓到哦 他会觉得 为什么你要这么突然的 这么 这么 没有一个章法的 没有一个原因的方式 去跟您做一个阐述 必须要先做一个寒暄 我们都说 如果你两个人没有关系 那就找关系嘛 那有了关系之后就没关系了嘛 所以你必须要先找关系啊 先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而来 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善的因缘 可以让您去做一个引入 我们都说我们做一个这个求到者 他是必须要有佛缘 有祖德 好 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善根 去做一个累积 在能够这个相处之中去观察说 这个人是不是有佛缘的 那我们如果有方便的话 就是我们能够开口的话 就去跟他再提提到 是说 您知道这个 人世间的这个生命的 灵性的根源是什么 您会不会想要知道 他是从何来从何去 或者是说 也许也可以讲的是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 想法很难以去做安定 或者是你觉得 您事事不顺遂 是不是觉得少了什么 或者是觉得内心有所空洞 想要有所补足 很多很多的方式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好 这边都可以再去成全他人 那您在成全的过程当中 不要只有开口啊 也要身体的力行 或者是一些比较实体的方式 比如说像是我们平常的共国 去跟这些 就是我们想要成全的对象去结缘 就说 这个是我们有特别拜过 先天老母 有求先佛 加灵加智慧之后 所就是产出的这一个共国 或者是他可能是个 这个 可能是个饮料 或者是水果 或者是饼干 but ever都可以 你就告诉他 我们拜过之后 他是有一个善因缘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个善因缘 跟您做分享 希望可以让您适时顺遂 就好像是说我们去 一般的庙宇去投乡 有钱之后 我们都会拿一个护身符啊 好 我们拿这个护身符 不就是为了保平安吗 您就告诉这一位要成全的前嫌 就说 我们这个是希望能够让您能够 适时顺遂 能够去让您更加快乐 去安康的保平安的 好 当然 我们这些都是源自于对方的一个善因缘 跟我们自己本身对他的关心嘛 那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的 您就能够去实施您的三思啊 你看您这个贡品的采购 然后您再去做这个参班的献贡 那您再做了这个 适时的鼓励他 跟他去说 求道的好处 那您再带他来求道去引导修办 您看您这个成全的这个工作当中 就能够同时的吧 三思都做到了 可见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去做的哦 我们就需要能够示范功倍吧 那当然您在这个前嫌去引入道场之后 我们要自地而进哦 我先让这一个求道人先听到这个道理 想要让他去求道之后 再带他来佛堂求道 求完道的新道卿 除了去鼓励他平时参攀之外 也会希望他能够去 就是能够继续留在我们道场之中 就可以引领他去到我们的相关的培训课程 可能是心灵成长营啊 可能是人才教育班啊 然后再衍生出后面的青少人才班 青少经典班 或者是讲员班 讲师班等等 那在最后呢 我们再从这些优秀的人才当中去培育出 就是更多更多的干部企领导 但是你要有这么多的干部领导之前 你必须要先让各位前线都能够成为银宝师哦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壮大我们这个道场 能够去衍生出更多更好的因缘 让我们的这个功德银行更加的累积 好 那我们这个功德银行的累积是为了谁呢 来后面这边后学要做结语了 好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银行的累积 都是为了这个天真又善良的你哦 这是为了各位前线呀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